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选择了就读秀工 因为秀工是你光荣 而且心所向往想选择的 所以我们看得到我们毕业的校友 或者我们三年级的同学 在今天获得了优异的表现 秀水高工长期以来 对技能的训练培养是不予一力 历年来也有很好的成绩 我们所谓秀工的特色之一 就是技能学习一条楼 包括从国中技艺班 然后高工工科学生技艺竞赛 全国技能竞赛 国际技能竞赛 我们都有很好的成绩 那也很感谢我们 杰柱校友董川白董事长 能够来激励我们的同学 我们更加的精进 所以今年我获得很好的成绩 有四个同学拿到金牌 两个同学拿到银牌 一个拿到铜牌 另外还有一个第四名 两个家座 成绩是非常优秀 那我们也期盼说 借着这个杰柱校友 对母校的这个学弟学妹的激励 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更加的 对技能方面更加的精进 他们往后的学习更加的宽广 更加的能够符合 那个技职教育真正的这个精神 我们再次恭喜 这种颁发奖学军的话 奖学军的话 大部分都是这个学霸拿走了 而且在学霸来讲 他也不缺这个奖学金 所以我们希望说 高职教育它是以技能教育为准 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奖金颁给本身技术性非常好的同学 而且呢 要让他有感 而不是五千一万 所以我们就大手笔的提出黄金一两个计划 也感谢刘校长跟学校 同意我们这样的计划 才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回馈学校 我本身是秀水高工 建图制图哥第一届的毕业生 我72年毕业 就是尹校长 对很高兴会有这样的机会 那我们思考理念是这样子来的 就是要让参赛的选手有感 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拿到黄金 但是呢 更生技术教育之后 就不愁没有黄金屋 不愁没有颜如玉 谢谢 事实上机械科 虽然是传统产业的科别 但是其实现在跟业界 跟大学端 也有建立良好的连结 那我们也会引进现在的科技 来跟我们机械群或电机群的做连结 那例如说之前有跟上营科技 他也送给我们机器手臂 那我们也让学生学习这一块 那在机械群的部分 其实我们也有接受外界的协助 例如3D列印 雷射雕刻 事实上我们学校跟业界也都有在互动 所以其实大家不用太担心说 机械是属于一个传统产业 我们也随着时代在变迁 一直都有努力的在跟业界保持联系 那我们秀水高工 在这几年的成绩相当的好 包含了工业类科 有五金首奖 五个优胜 那我们今年的全国技能竞赛 也获得了四面金牌 两面银牌 一面铜牌 还有很多的第四名跟佳座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来我们秀水高工 参观与指教 谢谢大家 这个是车床吗 洗床 洗床 好像这算是像做O2的感觉 是不会 因为做完之后会很有成就 现在哪一些症状 车饼跟技嘉宾 然后接下来考CNC系床 那些都是在未来工作上很有帮助的齁 不一定说很有帮助 但是也有一定的作用 所以说 有些帮助提供有很大的目标 主要有很多在次项考取一些相关的征兆 对 所以教导上来讲 听讲说 设备都是很 设备很齐全 然后四字也很齐全